晚安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伟佳琪 那么今天头条焦点 当然要带您关注到的是选战焦点了 选战倒数十三天 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最近真的是争议不断 也让新竹的选情再备受关注 不过被外界视为是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子弟兵 现在高宏安因为之前推出的竞选影片 里面也出现了郭台铭 不过这个郭台铭是由三年前的郭台铭所合成的 引发不小争议 那么到底郭台铭是不是真的来挺高宏安的呢 今天郭台铭出席活动的时候 难免被问到有关高宏安的议题 不过他全部不回答 只说就怕这个活动失焦了 要在脸书上回应大家 郭董出席台大阿姨永灵楼冠名典礼 不过外界最关注焦点仍在高宏安身上 一毒弹壁谈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被视为是郭台铭的子弟兵 但因为最近一螺筐的争议 郭董从未公开发声 连同框影片都是授权合成 不是新拍 致资上百亿协助台大癌症医疗中心 要大家不要模糊焦点 但致辞时不忘提到 随后郭董的确发文 确实有答应合体高宏安拍影片 但人在日本出差来不及拍摄 新竹市需要一位能够跳出 传统政治框架的人 要由科技出身来带领 至于谁适合 只能依赖全体市民的大智慧了 郭台铭董事长 他的商务行程也相当的繁忙 但是他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来同意 授权我使用他的一些证件影片 我相信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高宏安强调愿意授权就是力挺 但若按照郭董两年前 帮辅选动作来看 我觉得我等一下不用去赏街办票 替候选人剃头背上写字 和这回授权合成影片来说 力道程度明显不同 目前的话是还没有讨论到具体的规划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后面都大概 大家后会有期吧 选前是否会按郭董见面 雨待保留 这句后会有期 是道别还是卖关子 或许也只有他俩知道 而高宏安日前的争议还包括了 他挂病号打点滴 却还到处爬爬 甚至是见了新竹县长杨文科 当然这样的动作也被卫福部长 薛日元批评 根本是浪费医疗资源 不过听在同样也身为医师的 科文哲儿里就不开心了 他反击地说 薛日元只是个妇产科医师 但是自己是急重症的医师 当时就是他建议高宏安 一定要赶快去就医 而且比较了解病况 这样的话一出也惹恼薛瑞元 他直接呛科文哲是红卫兵 这个红还是高宏安的红 高宏安也秀出手臂上的淤青 说他自己是真的去打针 并不是所谓的打假针 这个针头都还在 这个没有什么好假的 亲自秀出手臂 澄清绝对没有打假针 但住院期间还请假 跑去找杨文科会面 就被卫福部长薛瑞元批评 根本是浪费医疗资源 薛瑞元的部长 其实都没有看过实际上 高宏安当时生病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就这样 妄下定论来说 我情绪勒索 真的是相当的不人道 不要违反人性 最基本的道德价值 连日选战攻防 导致精神浩弱挂病后 但要不要住院 做决定的竟然是他 就是这样 我就直接讲 高宏安当时要去住院 是我决定的 我是真的有看过病人 那薛瑞元是只有看过电视 看到病人 所以阿悦典他是护产科 我是集中症外科的 所以还是大家应该相信 我当时的判断 哎呀 这一来 好像又说错话了 明明是要算薛瑞元隔空看诊 结果哪科不开提哪科 也让薛瑞元跟柯温哲彻底杠上 酸酸酸 薛瑞元再次用行动证明 自己真的不好惹 不过部长带头大呛别人是红卫兵 难道是因为还有苏葵替他一鼻孔出气吗 任何科别的专业都应该给人尊重 如果有人因为身份耍特权 没有需要却让用医疗资源 左打柯温哲 右打高宏安 中央官员接连出招回击 让新竹战局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听闭片新闻流 由俊章坑新主台北采访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因为青绿粉砖无粮公关公司的事件 接连被绿营的支持者来检举 他的脸书因此遭到了禁言六天 可是这样的深信息消息呢 被传到陈时中的耳里 却呛他不要再演戏了 民进党议员王世坚跳出来喊话说 支持徐晓星对这些网友跟测译来提告 也希望借此还给陈时中清白 我想他也不用一直在演戏了 每天都也没有人在跟他对话 让他自己就不断的有动作 那也不是要薄板面而已吗 陈时中喊话别演了 说的人就是他 蓝营空战天后 徐晓星炮打侧异事件猛吞检举 被脸书禁言六天 结果又被亏 是在自导自演 都被情侣粉专点名了 陈时中却不提告 似乎就怕选票因此动摇 但同党议员王世坚 只会支持徐晓星全面提告 但似乎是怕又被讲话 王世坚强调 这不是为了力挺徐晓星 而是要替陈时中讨个清白 你带头的 那么我觉得 那你就应该去请司法 做一个了断才对 还给陈时中跟他的总部 一个公道 一个真相 至于选区内 蒋王安的立委空缺 谁来补蓝绿潜在人选 一个是徐晓星 另一个就是吴怡农 我相信市民朋友 社会大众都对这种无聊的 对立的 充满仇恨的选举文化跟氛围 感到蛮厌烦的 只是吴怡农 这回合体扫街的对象 正是自愿担任 徐晓星事件 无良公关公司的 辩护律师詹靖健 难道说这算是变相支持吗 竟然跑去帮忙 这个支持侧翼造谣抹黑 还说他们并没有恶意的律师 那我就觉得呢 似乎在是非观念上面 有一点分不清楚 无论本意为何 但既然合体站台 就得考量负面效应 TVB的新闻 刘俊占科台北报道 不过只有无良公关公司 曾经在LINE的群组 自曝关闭粉砖 是印民进党台北市 让候选人陈时中进办 所要求的 不过消息传到 陈时中进办 而李却是否认到底 媒体人就质疑了 如果是假的 为什么不提告 证明清白 交给记者陈允文 带我们来了解 好 来看到是关于政治攻防 是否要提告 也都是有蛮多的盘算的 我们先看到 这是关于禁电室 在申办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录音党曝光 就是裴伟对外声称 禁电室的申请执照 背后有着府院撑腰 但是后来 府院都有否认他们干涉 那到底是谁输谎呢 所以就来看到是 柯文哲认为说 如果这阴党是真的话 那府院就有大麻烦了 是干涉NCC这个独立机关 但如果这阴党是假的话 是污蔑了总统跟苏奎 但是为什么府院 没有对裴伟来提告 他认为这件事情很不寻常 那再看到是近期扯出的是 这个侧翼的问题 这个无良公关 是涉嫌卫造文书 指说蓝营要派这狗仔 去跟牌打这个抹黑战 但是后来这文件被踢爆 是假的之后 就删文道歉了 并且还扯出是 他可能跟陈冲进办 是有关系的 但是来看到是 目前绿营呢 并没有对这家公司来提告 所以就蛮奇怪的 我们看到是 云者认为说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呢 就是他可能跟徐晓 徐晓星呢 是一搭一唱 以及呢 是对外骗说 跟阿丁进办很熟 或是没有受益之下帮到忙 但不管如何 这三个可能性 都应该要对这家公司来提告 但绿营至今却很安静 而国民党台北市长 候选人 蒋湾不仅被绿营议员质疑 他所提出来 在矽谷担任律师的代表作 很有可能是吹牛碰轰的 现在就连行政院院长 苏贞昌也拿他的爸爸 来大作文章 让蒋湾反击 不知道是谁 官做得越大 女儿的标案 接得越广 没有号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到民进党大本营 市林排场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湾安 拜票时把腰彎的更低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民众热情支持 让蒋湾安的嗓门更大 直接点出台北停滞不前 不管是商圈的没落 人口流失的严重 都跟速度的缓慢 因为你不说 还不知道你对台北市这么不了解 算蒋湾安对台北不了解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加入战局 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直接做影片 要回集说台北停滞不前的人 看台北怎么蜕变 柯文哲还太狂姗姗 说要让光荣延续 不只柯文哲冲着蒋湾安而来 就连行政院长也不放过他 蒋湾安的爸爸 收台商三千万 在中国当买办桥禁馆 收钱不办事 还跟台商打官司 这都是法院认证的事 外界因此质疑 如果他当市长 他爸爸会不会越巧越大 我要请苏文昌院长好好地回想 国内哪一位行政院长官当得越大 女儿的标案接得越广 强力回集不让对手有做文章的空间 只是现在对手阵营都锁定 蒋湾安主打的戏骨经验 为止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质疑 当戏骨律师是因为会讲中文 就连联电创办人曹新辰 也质疑蒋湾安只是外围跑腿的 他们不了解戏骨多元创新的精神 梁文杰认为说 就你在内科卖便当 也可以说你在内科工作过 他把你这样抵御你就这样掐到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个神情看来面对对手质疑 蒋湾安一笑置之 TVB的新闻张家宝 韦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抢供选民的支持 蒋湾安也宣布下个星期开始 要出动怀孕六个月的太太帮忙 当分身一起跑行程 不过日前在扫街行程的时候 蒋湾安无预警突然宣布请辞立委 有媒体人就认为了 手账的这张玩牌 用这样的方式来出招 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他跟评分这样的动作 可能是不及格的 怎么回事交给韵文 好来看到是关于国民党的蒋湾安 宣布要请辞立法委员 展示他这破釜沉舟的决心 但是这动作呢 也被指引好像是辞得太早太快了 总的说来看到是根据名嘴 华民分析 他觉得这一招是没有得分 也没有失分 只是可惜了一张好牌 是一个不及格的操作 第一是他请辞的场合 是个例子的赌麦中讲出来的 跟过去的例子是不同 可以看到过去是 看下林佳龙 魏明谷 吴硕燕 张立善都是在一个正式的 记者会中来请辞 是个比较正式的宣布 再来是时机点 应该讲是引到封关之后 再来请辞避免后世的民调干扰 所以现在被绿营批评说 是不是讲完再急了 急于要拉抬他的民调的起色呢 那再看到的是 就是同事操歌的问题 跟党内的议员的墙版面 无法让议题有更好的发挥 有效益 以及跟党内没有共识之下 可能让其他人参选人 会蛮尴尬的 而在万华的宗教盛世青山王继登场 三位台北市长候选人都要来扶教 不过第一天本来应该由台北市长 柯文哲来扶的 却破例让五党籍的候选人 黄珊珊扶教 还有最后一天 总统也不来 改由民进党的候选人 陈时中扶教 没有其他政治大咖陪同 万华年度宗教盛世 蒙甲青山王继登场 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来扶教 被指示打破惯例 依照网例过去青山王继第一天 都是台北市长来扶教 这一次市长柯文哲没来 反而让黄珊珊扶教 颇有传承意味 加上疫情期间 黄珊珊跟万华连结深 去年疫情 今年疫情 珊珊每一次经过万华 都会来向林安真王拜托 黄珊珊要帅 黄珊珊要帅 没有放邦家持 但青山王继是各政党兵家必争之地 出了第一天黄珊珊 14号召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跟兰英台北市长候选人 讲万安扶教 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晚上去接教跟冲教 15号则是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 赵网立要来扶教的总统跟副总统 另有行程无法出席 也被说是魄力 明天有打算要去青山公的开轿 谢谢 明天有这样的规划 台北市长候选人不出席 青山王夜巡三天 成为蓝绿白暗中较劲的战场 而陈时中今天在市场败票的时候 碰到一位阿伯不小心把一带的百香果给吊满地 不过当下还是愣住了反倒是幕僚超级激紧的来赶快帮忙 而他在体验VR足球的时候也不放过任何的宣传机会 比出他的竞选好刺 V2足球成功提进虚拟龙门 欢呼之余 陈时中不忘比出好刺 毕竟选举前要把握任何宣传机会 更要时时刻刻注意外界观感 一群人七手八脚捡起百香果 因为上一秒阿伯一边推机车一边回头看 正在扫市场的陈时中 没注意到眼前还有大批尾安 阿伯这时松开放在机车手把伤的时候 水果就这么掉了出来 注意看后头的陈时中一度愣在原地 随即有所反应 而原定不受访的陈时中也还原经过 那其他大概有人帮忙捡 那掉到这边有一颗 我就把那一颗捡起来 然后把它放回去 那其他水果都把它捡好了 虽然不是自己撞到阿伯 但还是要说清楚 选前倒数可要降低任何可能被做文章的机会 同一时间也要积极有母鸡拉抬声势 在疫情期间通常只有两个人在深夜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是不敢生气的 一个当然是吴钊燮部长 因为他的业务的范围常常都有时差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陈时中部长 因为他当指挥官的时候真的很辛苦 责任也很重大 这段话总统在10月底的民进党社群之夜就说过 一再重复想加深选民印象 更透过拉抬派形象 协助挽回支持率 光是跟陈时中总统17天内就帮站台9次 等于平均每隔一天就服选 另外12日深夜才结束凯道奏事 陈时中近半隔天就用前一晚画面 剪辑最新宣传影片 深情告数陆阵空阵权力启发 第一月新闻01节 红富华 刘婷婷 亚新小组 台北报道 不过波波牙医的争议还在延烧 本土牙医联盟不买单 政府给的保障名额 质疑是开后门给国外读书的人 今天跑到立法院的门口抗议 卫副部长薛瑞妍也回应了 他说决议不执行 也承诺国内牙医系的学生 权益不会受到任何的阻挠 反对附带决议 拒绝权贵走后门 反对波波牙医 真决抗议五月刚过的 医师法附带决议 日子前出国内书 回台不用学历真事 只一替国外读书人开后门 希望维持我国的教育尊严 我们不要当欧带训学生 应该依照口语会的决议 在113年回归到牙医系30名 医学系100名 尤其像波兰西班牙入学门槛低 如果返台不用学历真事 还开放更多实习名额 推算目前400人 已经从波兰学校毕业等排队实习 尽管医师法阔及整个医学系 但亚医每年毕业人数只有400人 如果放宽国外名额 抗议对台湾学生不公平 尽管前两天行政院长苏贞昌早承诺过 国外临床实习牙医系50名 维持不变 一届人诉求希望写进医师法当保证 也要求按比例两年后再解明额 当初要关门的就是政府提出的政策 而是在立法院决议的时候 国民党还提案要增加名额到300人 是现在被外界指以后才收了回去了 亚裔团体对政府口头承诺没信心 不拨亚裔争议看似暂时解决 又怕只是选钱给他充满变数 听个别是万众的黄敬明特别报道 尽头转到南台湾的高雄 今天早上一片雾茫茫 PM2.5达到了红色警戒 连续两天空气糟透了 环保团体就发起机会 邀请四位市长候选人一起参与 但是现任市长陈奇迈提到污染源 有四成都来自中北部 三成来自境外 被科捐酸怎么台南屏东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市区一片灰蒙蒙 数十公尺前的大楼不是那么清晰可见 高雄周日一早空污严重 八点多PM2.5监测达红色警戒 九个行政区空品亮局灯 单车骑士最有感 空气看起来都非常雾啊 它的喉咙还有呼吸都不太正常 环保团也发起了机会 邀市长候选人签署空品健康承诺书 台中应该是两天前 那这样大概今天 大概我们高雄的空气局就查 人家说聚会保随 离这个校风处 特别告诉大家 其实有30%是来自其他的县市 如果是来自台中的话 那我们就要问 那为什么台南嘉义跟屏东 并没有条例在前十大 继前一天的证监发表会 原本预期陈其迈科 志恩会在反空屋活动同框 但两个人却一前一后上台 相差十分钟错开了 七天工程厂在2025年 我们希望说全部能够脱美 那星达电厂在2025年呢 也能够提早处义 2024年就会转成备载 当你陈市长告诉我 你们空气品质已经有足不改善的时候呢 请你把2019年韩市长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绩也继续说出来 而且你现在就在延续过去的一个政绩 就改善空屋承诺蓝绿护杠 主办的环团还特地送给南漂的 柯志恩一台空气清净机 这真的可以用的是啊 这真的可以用的 那你们没有说是前市长吧 因为你说你要常驻高雄 柯志恩主张天然气代替燃煤 才能釜底抽薪 陈奇马也承诺2025年高雄变成无眉城市 反空屋集会蓝绿没正面交锋 而是隔空交火 TVBS新闻 徐晋红SNG小组高速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内政部推估大约会有33万的侨民 没有办法回到国内 对于蓝银而言 可能会少了28万票 再加上这一次因为疫情取消投票权 双倍可能就会有15万人 对疫情的影响可不少 那么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里交给韵文 好 居然看到是11月26号就是投票日了 而这次呢 除了一些可能是确诊 而无法投票的人之外呢 还有不少人就是因为疫情的间接因素 无法回台 无法及时恢复户籍之下 就丧失了投票权 我们居然看到目前初步的统计来讲 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 就是2016年到2019年平均的人口近千出 当时比较多的是在这个新北市跟台北市 有上千人 其他县市都是不到一千人的 不过在疫情爆发之后 尤其是2020年 可以看到双北市的近千出人口 都逼近一万人了 那其他的四度有都是比较大的大幅的成长 然后到了隔年2021年 这个双北市的近千出人口 都超过了三万人 超过四万人 其他的四度有都有超过一万人 除了台南是比较少的 但是来看到今年 因为疫情防疫之下比较松绑之后 这个近千出人口是有比较下滑 但是也都还是在都是有几乎是破万人的状况 那再来看到的是 就是在双北市其实是比较多这样情形的 尤其你人口近千出之后 又被除击的话 那双北的部分比较多 台北有七万多人被除击 新北市有六万多人 将近七万人被除击 这双北市加起来就占全台被除击 则是近乎一半了 那再来看到是今年开始 防疫松绑之后 五月份的迁入人口是有六千多人 有一万多人迁出 不过六月份明显的就拉近了 都是在一万多人 尤其到七月份是返台要投票大限 就是你要返台恢复复级之后 那居住满四个月 就必须在七月二十六号之前回台 那七月份的是迁入人口 首度的大于迁出人口 所以明显是有蛮大的变化 不过再来看到是国民党就担心说 这些可能无法回台的台湾人 可能蛮多都是台商或台包的 所以导致他们现在可能 也还是无法回来 他们流胜选票 可能比绿营还要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